在瑞芳区长施玉祥的邀请下 包括施玉林一齐 立委赖平于服务处 里长林一会会长 警销单位 瑞芳输到协会及地方士绅 一起拿起毛笔 写下瑞虎兆丰年龙荫展新游 这些贵宾虽然不是名家 却也能写得一幅好字 也为瑞芳区一年一度的 岁末辉豪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那希望说今年的主题 瑞虎兆丰年龙荫展新游 可以在我们虎年开始 给我们区民大家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苏道协会 还有老街协会 还有分局 我们地区所还有消贩局 各警官一起来在这里 共享春聚 自己体验写春联 然后展现我们传统的年味 自己写的春联 自己贴餐厅我想更有意义 那当然今天还有很多民家 一起来辉豪写春联 民众可以需要自己什么字样 还需要什么吉祥话都可以请我们的 各位苏法民家来辉豪 那这样的活动已经连续好几年 都深受好朋友的喜欢 那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们在这边 也有一些大师亲手写上的祝福 那我们也希望新的一年 能够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好年 虎年 瑞芳区长表示 今年的主题 瑞虎兆丰年 龙银展新游 希望在虎年一开始 能带给瑞芳区的民众好的开端 也感谢瑞芳书道协会和老街协会 及众多公家机关单位热情相挺 来设谈宣导 让场面很有过年气氛 有说祝福我们今天司机长 这么用心 办这一场活动 要带给人带动一个过年的气息 那瑞芳区道协会 有这个荣幸协办这个事情 也感到非常的欢迎 因为这个会已经成立了二十几年 第一次在这个地方 这么有意义的办 而且各位长官那么大力支持 我们瑞芳都不愉快 市长表示 今年邀请名家辉豪书写末报 特定举行一连两天 民众除了可以现场请名家书写 拿到最有温度的手写春联 还可以报名参加体验活动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西家带券 来走走并做好防疫措施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